朝三暮四 战国时代哲学家庄子曾经用了一个预言来说明人常会自以为是而不知 这个预言是这样的 话说有一个养猴人跟他所养的猴子说 我决定每天早上喂你们吃三生巷石 下午喂四生巷石 想不到猴子们都很不高兴 嫌早上吃的太少了 于是养猴人就说那这样好了 我们就改成早上吃四生 下午吃三生 猴子们听了都很高兴 以为这样一来早上便多了 事实上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 只改变了朝暮的数量 但猴子自以为是地满足了 一般人也常用这种自以为是的眼光来衡量事理 但是人世间众人对事情的看法就像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一样 可以随时变来变去 并没有个定准的 所以庄子要人们学习超脱这些纷扰 返回大自然 只有在自然的境界中才能找到恒常不变的道理 这就是修乎天君的境界 也就是奇物论的经义 后来从这个预言演变成朝三暮四 这句成语比喻人心意不定 反复无常或事物变化无定 喂养猴子时早晨给三生橡树果时 晚上给四生 但亦可改变为朝四暮三 本为养猴人诈骗猴子的故事 点出庄子 其误论 原用以比喻只变明目 不改时值 后用朝三暮四比喻人心意不定 反复无常 亦可用于比喻事物变化无定 使用类别 用在意志不坚的表述上 语义说明 比喻心意不定 反复无常 贬义 相似词 反复无常 出尔反尔 朝晴暮处 相反词 一心一意 始终不渝 始终如一 例句 他向来厌恶反复无常 做事绝对不会朝三暮四 他老是朝三暮四递换工作 怎会有成就 以上为本堂重点 我是成语化重点小老师明月 我们下一堂重点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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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